这支队伍如果遇到和岩石巨龄一样的肉盾折磨刘精灵 要如何应对 把门把门 这时候自然就要靠替身再来一次的铁包袱 其实当前环境取减能量铁包袱处境挺尴尬的 极限速度伤害不够 极限输出又怕被急速特攻手过速秒了 因此这队伍才有了辅助敲农炮虫 敲农炮虫的年年网和电气场地能很好的辅助铁包袱 有了敲农炮虫铁包袱就可以享受命运和电气场地的双重增伤 并且年年网保证了其全场最快速 宝可梦珠子大师球单打赛季十三先看对手阵容 对手这六只精灵只要敲农炮虫首发不遇上阵一发和火缸 那还是稳的 这局对手有盐林土地云和五道雄狮 那么铁包袱必须上 最后一只就交给古剑豹来兜底 这期视频是这个系列的终结篇 有两场对战 公开马和队伍配置详情 进攻参考 对手首发古剑豹 面对古剑豹其实可以直接重名 但是考虑到对手有真一发 那么敲农炮虫用年年网 古剑豹先手的冰柱坠击打了敲农炮虫大半血 幸运的是没有触发畏缩效果 敲农炮虫这血量接不住古剑豹第二发冰柱坠击了 好在是成功用出了年年网 古剑豹第二发冰柱坠击成功命中带走了敲农炮虫 那么接下来只能靠古剑豹来应堆古剑豹了 对手大概率会交太金或者交换精灵 那么古剑豹太金化用冰柱坠击 我的天 对手古剑豹既没有太金化也没有交换精灵 我去 对手古剑豹这伤害看来是讲究头戴了 离了大福 两只讲究头戴古剑豹的内战 幸好我方古剑豹速度比较快并且触发了畏缩效果 古剑豹给他最后一击 我方古剑豹先手的冰柱坠击席带走了对手古剑豹 真是天崩开局 对手第二只精灵是岩石巨灵 年年往遇上岩灵 失去了异议 古剑豹冰柱坠击 古剑豹的冰柱坠击效果一般打了岩灵 相近半血 岩灵的炎烟带走了残血的古剑豹 自此我方只剩最后一只精灵铁包袱了 对手还有两只精灵 铁包袱用水炮 对手岩灵用手助看了一手铁包袱的技能 铁包袱用替身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用再来一次 但是这局我还是很庆幸这里点了替身 岩灵太精水 铁包袱先手用出替身 岩灵的第三个技能是自我再生 铁包袱用再来一次 铁包袱的再来一次 让岩灵锁招自我再生 铁包袱开始攻击 冷冻干燥 我雷个天 极限特攻命运铁包袱效果绝对的冷冻干燥 居然秒不掉岩灵 很尴尬的是命运削减铁包袱的血量 岩灵则是自我再生回复血量 就这样在多个回合之后 铁包袱的冷冻干燥终于带走了岩灵 好消息是铁包袱的替身还在 坏消息铁包袱只剩半血了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是真一发 年年网降低其速度 真一发持有物不是趋近能量 铁包袱先用冷冻干燥 命运铁包袱的冷冻干燥 只打了真一发小半血 真一发的月亮之力 破开了铁包袱的替身 那么圣库就在下一招了 铁包袱最后的水炮 漂亮 铁包袱的水炮成功命中 伤害爆炸成功带走了真一发 马上开始下一局对战 对手首发谷顶路 上啊敲农炮虫 用粘粘网 谷顶路第一个技能是隐形岩 敲农炮虫成功用出粘粘网 双方无视发生 敲农炮虫用虫铭 谷顶路第二个技能是大灾难 成功打出了敲农炮虫的文右果 敲农炮虫的虫铭效果绝佳 打了谷顶路小半血 谷顶路持有物剩半 敲农炮虫连续的虫铭 谷顶路太精毒 敲农炮虫的虫铭 虽然效果不好在刮杀 但是又击中要害 又触发被动的 谷顶路用吹飞被迫敲农炮虫下场 被迫出场的是铁包袱 铁包袱用水炮 水炮没有命中谷顶路 运气守恒定律 谷顶路再次用出吹飞 铁包袱被迫下场 被迫出场的是敲农炮虫 敲农炮虫电器场地 谷顶路还在吹飞 小农炮虫先手用出电器场地 谷顶路一直吹飞一直爽 我帮被迫出场的还是铁包袱 这运气不知道是对方好呢 还是我帮好呢 电器场地触发铁包袱的夸克充能 提升特攻 铁包袱的输出现在非常恐怖 用水炮 很好 铁包袱的水炮成功命中伤害爆炸 带走了谷顶路 对手第二只精灵是多龙 年年网降低多龙速度 铁包袱用冷冻干燥 铁包袱薛手的冷冻干燥效果绝佳 秒了多龙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是风速狗 年年网降低风速狗速度 风速狗特性威吓 铁包袱水炮 对手选择了投降 这就是对战的运气 对手选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